喂 誰錄啊? 喂 開始了 喂 大家好 歡迎收聽到網上 快報啊 今天6月1日 只是2019年9月20日 這裡有我們是紐西蘭的義德投仰 兩個是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喂 大家好 還有在加拿大加燦燒 大家好 是 大家好 節目開始之前 都是那句啦 剛剛聽就給個like 最好是share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訂閱一些世台 訂閱免費的 繼續壯大這個中立模式的力量 宣揚和平理性的聲音 一樣東西要補充 世台的網址 世台的連結 大家要去社群區 社長將它置了頂 大家可以見到的 可以見到我們 非常好 訂閱它 記住啊 各位 好啦 今節我們回來就說這個 這個區塊鏈 這個區塊鏈真是很醜的最近 沒有了98,000 沒有了98,000真是人生高峰 由高峰跌到低谷喔 接著現在 用法律途徑去 阻止自己掉下低谷 你怎麼做啊 他說要上訴喔 要推翻這個判決喔 哇 不是一個團隊嗎 不是戰友來的嗎 我當初都流了眼淚 喂 而現在 昨天吃碗面 是不是 98,000就露出真性情了 其實我不是傀儡 我打算吃回你轉頭的 你們還自想利用我 其實我也 其實想架空我 好像那些 什麼權神透太子 那些這樣的事情 和坤鬥家慶 那些這樣的事情 真是剩下幾個月 都頂不了啊 剩下多久啊 因為不是很多事情一年喔 難怪了啦 98,000一年 都100萬啦 是吧 98,000就成了 成12了 差不多100萬啦 還有一些津貼 還可以駁電視 是啊 還有津貼 是啊 Holy 他們的友情只是值百幾萬 不過眾志賊率也不少 啊 其實當歐快鏈 最妙的事情是什麼呢 歐快鏈走出來的時候 眾志的人不是站在他後面說的 包括周庭 周庭、黃之鋒 黃之鋒就跑去美國出風頭 是啊 當你 周快鏈走出來說話的時候 眾志有沒有站在他後面說的 沒有啊 不是啦 周庭 為什麼呢 如果你們是一條心的 為什麼周庭 周庭應該站出來 要推翻這個 他的上訴 我不要贏我都輸 這樣才是 是不是啊 周庭 錯了 是啊 沒有說話 全是歐快鏈一個人說 就是什麼 歐快鏈為了100萬出賣中志 當然啦 老實說 你的人生高峰 太子變皇帝 誰知道 後面有個黃之鋒在操縱 你一直都說你是個傀儡 外面的人說 你歐快鏈被人奪射 被眾志奪射 你一開始自己也承認 我都是 我是幫眾志合作的 我是眾志的傀儡 自己都承認自己是二皇帝 沒什麼所謂 不過誰知道 原來這條戲是不信的 100萬出賣中志 名譽地女出賣了你 是啊 這麼多錢啊 喂 做傀儡 都值得啦 是不是有這麼多錢的傀儡 反而控制人那個黃之鋒 都沒有這麼多錢啊 我相信 什麼啊 他是不是眾籌的嘛 你眾志是眾籌的嘛 他眾大佛寺 沒錯 眾大佛寺 眾籌 等於何韻詩 他跟何韻詩一趟 走了去美國 可能都不用自己出錢 何韻詩說 哎 我又找到一個人去申訴 對不對 申訴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等等 你不知道啊 對不對 6100萬 總之有人跟他申訴 就能夠用 有錢就能夠用 哎 整班人是很搞笑的 聽下去 說就說到自己是很 什麼 道義行先 如何如何 一說到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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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圓形 哈哈 就是啦 喂 當初是他 替補周庭上陣的嘛 對不對 還要主動退出這個民主黨啊 要披著這個眾志的規格上陣 現在好了 替眾志贏了個位回來 但是 今天這麼好 就是 香港真的很有法治 這次就是 啊 我給周庭上訴得席 因為他是不應該被DQ的 他應該可以參選的 所以 所以宣告呢 他那個席位是無效 現在 他吵什麼鬼啊 他現在還在 他另一個大義名分 就這麼說 就說 最近很多這些事情 會不會每一個我們民主黨的議席 就是我們泛民的議席 都被人敢推翻的 因為 對上有一個 劉榮康 和范國威 現在他還跟周晴 之後應該還有一兩單 我都不太記得了 只要是你泛民贏的選區 那他就可以拿了 那個議席可能會沒有了 就是你原本贏了那個 萬一 是被人DQ 甚至在區議會裡面的 區議會就來選 大家沒有所謂 但是對他們 因為對他們 這幫人來說 一百萬都很重要的 你勾範你之前 沒那麼多 他真的沒 他好像在失業之前都是 沒什麼生氣的人 那不怪得 真的 其實就應該大方一點 好 我坦言什麼 就謀定下屆咯 老實講 謀定下屆 沒什麼 接下來那屆你去哪區選都行 是嗎 如果你們對自己這麼有信心 搞到這麼大堂的事情 現在香港搞這麼大堂的事情 你都是為選舉 搞這麼多事情 搞這麼多事情 但是這次很奇怪 你看回現在那些民調 尤其是Facebook那裡分享的那些民調 他說眾志的評分是高了很多 還有民主黨的評分高了很多 現在評分跌很多 竟然是葉太 新民黨 還有民建聯那些 所以現在很奇怪 如果你看Facebook 那些民調是哪裏來的 問題就是 那當然我當然不會很清楚 他說他的民調當然是 Random sample 一定是這樣說的 從來都是Random sample 他不會說 他們那些人不會說自己那個民調 是假做出來的 他們從來都不會的 這件事情你就要明白就是 他們一定是說 他們的民調是最有公信力的 一定是這樣 那當然是敢說的 那些人就 那 因為這次的暴動 你整幫泛民的民調都有所上升 還是 那都幾恐怖 這幫人為什麼會更加受歡迎的 究竟是不是香港人喜歡暴動呢 不如拆殺整個香港去吧 是不是 這幫人為什麼還可以 就是 這麼噁心 已經好像這次這樣 現在給你上訴成功得席 就是還回你的清白 還回周庭的清白 那這裡勾快鏈那裡哭什麼呢 沒有了少許錢 那些少許錢 你競選的承諾去哪裡了 你不是要爭取民主自由嗎 現在有法治了 彰顯到了 又要哭 又要哭 因為沒有了夠錢 不是 因為法治是公正的 但是呢 他覺得那個結果不公正 因為他沒有了夠錢 其實 沒有了個位 沒有了個位 糟糕他沒有了夠錢 都可以這樣說 其實你這樣說也是合理的 就是他們那種做法就是 他們根本其實就不是很理 我覺得他們就不是很理究竟 他們做的事對不對 他們不會理的 他們這幫人是純粹講錢的 就是我的看法可能很 就是怎麼說很不信他們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幫人 純粹為利益的 從頭到尾都是 所以我的看法就可能跟有些朋友不一樣 不過沒有所謂的 這些很小事而已 是 那 怎麼都好 就是 現在他們最害怕的就是 他說他們打算定的算盤 區議會贏了之後做法會選舉大勝 但是現在如果萬一陸續有禮 張理議員本說要DQ申訴 當初一時之氣玩東西的 全部禁回走 他們是不是怕輸 就是萬一補選的時候 建制派是逐個禮 選完區A就選區B 總之我逐個來打你 他們是怕輸 選不回來 很奇怪 他們這麼沒有信心 他們是沒有信心的 他們從來都沒有信心的 他們那幫傢伙 為什麼我說他們沒有信心呢 其實他們 如果他們有信心很多東西 其實他們不需要用這些 暴動的手段去爭取 如果他們真的有信心的話 他們需要暴動的 是吧 你想想是吧 是沒有必要的 但是現在他們暴動中 現在暴動中 氣勢如紅 正如你剛才所說 Facebook民調 每個人都說他們贏 雖然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方法 不要說他們是Facebook 隨便問 認真說我是不知道 我很認真說 我是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覺得自己贏 既然你贏了 既然你贏了 你現在立刻逼政府 你出個日子 出個日子立刻補選 把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就贏了 如果 很奇怪 很奇怪 他們不相信他們的民調 即是他們不相信他們的傳媒說的話 既然他們的民調都是這樣登出來 我就相信他 沒所謂的 嘩 氣勢如紅 老實說 隨時你勾勒軒 這頭輸 我讓個位給周庭 躺在那裡贏 之後 周庭贏硬 周庭就走出來贏硬 不過周庭好像被人控告 可不可以再選 我是很懷疑 這件事 這件事我很懷疑 他和王之鋒一起被人控告 突然我醒來 那你勾軒就大方一點 周庭一出來的時候 他又再告過周庭 不准進去 那你勾軒就再選 那時候就更好 那時候就更好 不過這個人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一句沒得說 而且應該是他們這幫人的本能 一計那條數 要沒有了他的議席 立即起床 他們對錢的敏感度很高 你會留意到他們那幫人 是 因為窮開 一個窮開的人 對錢的敏感度是高的 歐快鏈這種人 大哥 沒了這麼多年 歐快鏈又不是真的 我很認真 這件事我不會嚴厲批評歐快鏈 歐快鏈他不是真的 沒得很厲害 他也是個區議員 雖極也是個區議員 你說他很沒 我就不是很同意 不過你說他是不是 就是 就是 很有錢的人 我也說未必是 因為其實很奇怪 這個人的背景 就是他家裡在內地有生意的 哦 是啊 是很奇怪的 所以 有時候我就是 不是很明白 究竟現在 那幫人是搞什麼 就是 現在這次的 香港這麼亂的情況 其實有很多人 那些人呢 本來呢 都不是 真是很深藍那些 不是很深黃那些人 但是他們 都是支持 就是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總之 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他們 明明都不是很深藍的 但是他們變了 覺得自己 是深藍的 不是 不是 不是深黃 是深黃的一份子 覺得自己是 很奇怪的 他們貼上一些東西 就好像那些人死了一樣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有很大程度就是 要跟風 香港人是喜歡一窩蜂 是 是 是跟風 他覺得這個是潮流 就等於六四 零三 那時候 煽動出來 跟風 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樣 不過我當然 我自己個人 不是這些方面的專家 都不可以作準 不過我的看法就是 有一幫人就是 純粹跟風才講 現在他們講的東西 就是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是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不過這件事是搞笑的 既然你勾塊鏈是這麼 是這麼大仁大義的 竟然這樣 周庭又忘記他旁邊講 真的很好笑 其實他們後面是不是已經在來控著呢 因為沒有了一大塊錢 喂 大哥 有沒有搞錯 在罵周庭 可能他在背後罵周庭 喂 八婆 你搞到我沒有了個位子 其實不是他 不只是他沒有了錢的 不是歐樂軒沒有了錢 歐樂軒沒有了個位子 其實眾志是受到嚴重打擊的 因為眾志那幫人 是在歐樂軒那裡打工的 拿錢 他那些議員遵理 不是遵理 今天我真的很累 說話都說得錯了 議員助理的那些津貼 全部都是他那裡 在區塊鏈的位子拿出來的 就是黃之鋒打的那份工 就是要歐樂軒有個位子才能打的 就是這樣 我想周庭也是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實際的情況 我就不是很清楚 他上訴得直 張建了法治 但可能分分鐘要滅黨 真的開心 遇到這些事情 不過現在區塊鏈 現在就在上訴 上訴著 就是說 他的位子還可以多坐一會 希望不要那麼快上訴 應該盡快處理好上訴他 最好明天搞定他 讓他不要再蹲椅子蹲這麼久 那如果上訴成功了 那到周庭又上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上訴得直DQ是對的 那是你自己證明DQ是對的 如果歐塊鏈上訴得直 就是說 是很怪的 整件事 整件事 他們沒有策略的 他們做事全部都 就是 他是亂來的 總之 這個 這個 這麼說 當初 當初 是 周庭是想著反DQ才進去 想不到政府會出一著 不是說政府想不到官媒幫他 他自己也想不到 他計算了這條數 是啊 是他自己打亂了自己 他沒有想過會成功 成功了會沒有了個位子 哈哈哈哈 唉 奸有奸輸 那我們這節也說了差不多 好了 我們等下再回來 好 多謝